2015年桃源第四届听障篮球锦标赛第八日赛程 男子组部分 美国队与俄罗斯队双方攻防精彩 三分球不断 美国虽然在第一节结束时暂时领先一分 但在第二局局末遭遇乱流 以37比43结束上半场 下半场状态区域稳定那会领先 尽管乌克兰在第四届砍进五颗三分球 一度取得领先 但最后美国仍以87比83赢得冠军战门票 我想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断的在鼓励我们自己的选手 然后有一些关键的球我们掌握到了 所以我们最后拿到这些胜利 面对落后时美国队仍能挺住压力 分离追分赢得最终的胜利 先以全胜之姿挺进冠军战 明日将对上以80比31打败希腊队 同样也是全胜的立陶宛队 对上力求三连霸的立陶宛 美国队将全力以赴 好明天在赛前呢我们针对立陶宛队呢 我们有一些策略 那最近前几天呢天气比较炎热一点 我们的状况比较没有那么好 但是明天我们会全力以赴 女子组赛事 今日中华女兰再战瑞典队 在最后一分钟惨遭逆转 以52比55拿下第8名 明日南尼组赛事皆由美国队与立陶宛队 平战冠军 同时也有第三名的名次赛 由俄罗斯队出战希腊队 女子组则由乌克兰队对上希腊队 精彩赛事请各位球迷千万别错过 记者卢关宇 陶宛报道